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 Blockchain如何变革游戏产业 首先是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孙运栋 我是Bit.game的CEO 在Bit.game之前 我是掌玩科技的CEO 我做了十年的游戏 首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张图是从去年年初到现在的一个 比特币的一个走势图 很高兴昨天晚上因为咱们这个大会 比特币涨了10% 然后这张图就是在去年年初到年底 比特币经过一波特别好的行情 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两万美金 但是过了年之后 比特币跌去了70%的市场配额 所以很多人就在怀疑这个区块链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价值 它是不是一场泡沫 我想对拿这张图和纳达克的一个趋势图做一个对比 这是纳达克的一个走势图 同样在纳达克它在2000年的时候 孙总我提醒一下 sorry because it's a Chinese speech so we have a translate in outside if you need a English translate okay please welcome to go out thank you 纳达克在2000年的时候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然后就出现了纳达克泡沫 很多.com公司破产了 然后纳达克指数迅速降低 但是经过2000年到现在 大家也已经认识到了 包括市场证明了这个互联网 对传统行业的一个改造 互联网它的价值谁也不能否认 在互联网里面呢 游戏搜索引擎 都是被证明过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 所以在我看来游戏和区块链 也必将是区块链行业 一个成功模式之一 这是一张传统游戏产业里边的 一个价值分配图 传统的游戏产业 我做了十年的游戏 传统的游戏产业 首先我发行一个游戏 首先要被30% 要被渠道商分走 就像苹果和谷歌 它作为一个游戏的渠道 它首先会分成30% 另外现在游戏的用户量 特别大 然后我如果推出一张新的游戏呢 必须通过买量 通过广告平台来推广 然后还有一个发行商的一个概念 发行商 从市场应该能分走 至少50%的游戏利润 所以到游戏的研发商手里面 可能只有15%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模型 就是游戏研发商 费了很大的心血 去研发出来游戏 最后可能85%的份额 都被各种渠道 各种广告平台 各种发行商分走 所以现在原来中国 有一万多家游戏研发商 现在在中国 可能最大的是腾讯和网易 这两家占了中国市场 游戏产业的85% 另外还有几十家的游戏商业公司 也共同分大15% 而那中小的CP 基本上就是生存很困难 所以区块链和游戏结合之后呢 我认为能把游戏产业 带到下一代 从历史上看 第一代的游戏是 花钱买点卡玩的游戏 就像魔龙世界 当时你玩游戏是需要 买时间点卡 是按时间付费的 当前的是第二代游戏 是免费玩 但是你是付费玩家 会买里面的虚拟道具 这是当前最主流的游戏模式 这种游戏呢 大概付费率 特别好的游戏能到10% 另外90%的 就属于赔这些10%的玩家 去玩游戏的 是赔玩的 但是他们是得不到任何回报的 所以如果区块链领域 等区块链带到游戏产业结合之后呢 我认为游戏和区块链结合之后 玩家 那90%的美元玩家 可以通过玩游戏 获得一部分token 获得一部分奖励 所以整个游戏就变成了 玩游戏能挣钱的模式 这个真的是对传统的游戏 一个颠覆 颠覆性的一个创新 我们在我们交易平台上 已经上线的游戏 有一款游戏数据 我大概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是7月14号上的我们交易平台 然后今天是18号 在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们用户有3000个用户 这3000个用户 买了他们的币 买了2000个以太 就是平均每天 大概是100到200个以太的充值 对他们游戏的贡献 所以它的刺激留损是80% 70%留损是70% 这种数据对传统的游戏 研发商来说 是根本想也不敢想的 而且他们就是没有任何发行商 就自己又直接面向游戏玩家 他们现在一个注册码 就要在淘宝上卖100到200块钱 这是一个典型的 经过区块链化改造的一个游戏模型 经过区块链化之后的一个游戏 它会总量发行一个总量恒定的token 这个token它的投资者和开发者 能共享一部token 其中有一多半的token会分享给玩家 会免费送给玩家 用来发展用户 所以这个区块链化游戏结合之后呢 是一个三方多影的模式 开发者 投资者 还有玩家都可以获益 区块链化游戏结合之后 我认为可以跳过发行商 也可以绕过 也可以绕过广告平台 和运营商 它可以让玩家和开发者 共享这个游戏带来的市值增长 回顾这个区块链当前是非常繁荣 咱们中国的这个区块链企业 也是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领先的 然后在区块链这个繁荣的历史过程中 数字货币交易所 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所以如果说区块链游戏 将来得到一个大的发展 也需要在区块链游戏领域里面 也需要一个交易所 所以我们B.Dogam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交易所 为整个区块链游戏行业服务 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区块链和游戏的一个桥梁 我们这个B.Dogam的其中有四个方面 首先我们是有一个交易所 然后为了支持这个交易所呢 我们还有一个技术解决方案 另外我们还有区块链的投资腐化基金 还有一个platform 大概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会提供一个 token的 就关键游戏token的交易所 这个是我们的GAEX.com 已经在6月30号已经launch了 已经开始正式运营 在未来呢我们也会为游戏领域提供一个道具的 虚拟道具的虚拟物品的交易 为了支持这个交易所呢 我们还提供一套解决方案 因为我之前也是做研发的 我在研发就是传统的研发商 让他们转成区块链游戏有很多障碍 因为现在研发人员的工资都特别高 而且区块链行业的研发工资就更高 而且他们认知去学习需要一个很大的过程 所以我们为CP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呢 底层我们会和各种链打通 像最主流的这个以太坊 还有各种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链 像HM还有Aroba Matrix这些链 我们会底层会适配这些链 然后可以游戏研发商提供一套统一的API 这个研发商使用我们这个API 可以很快地去做区块链游戏的转型 而用我们这个solution做出来的游戏呢 和我们的交易所也是无缝对接的 我们使用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做出的游戏呢 我们可以让游戏里边的token 直接从交易所提到游戏里边使用 这样绕过这个链上 可以增强用户体验 另外我们还提出游戏就是钱包的概念 因为游戏玩家都是来玩游戏的 你如果让他装各种复杂的钱包 去搞数字货币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可能就是障碍非常大 所以通过我们这个交易所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olution 可以给游戏 每个游戏给他一个相当于一个数字货币的地址 然后游戏内直接就是一个钱包 然后另外将来我们可能在游戏内 直接内嵌一个交易所 这样他在买游戏币的话 直接在游戏内就实现了 第二点我们为了支持交易所呢 我们还有一个腐化基金 我们有个比格基金 我们自己的bgs已经开始在满币 币服务还有我们自己的交易平台上线 我们自己的bgx呢 其中支持两种挖矿 一种是游戏挖矿 通过游戏挖矿呢 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用户量 通过交易挖矿可以提高我们交易活跃度 这是我们的已经给这么多合作伙伴 都达成了合作协议 我们还是hubledger的一个member 这是我们将要上线我们交易所的游戏 像王者战车给Aroba也是合作的 像我们已经储备了十几款这种区块链游戏 还有一个SRG的游戏 也是我们投资的游戏 我们还和GMGC Davidson 我们在4月份成立这个区块链游戏联盟 通过这个联盟呢 我们也想共同推进整个区块链游戏产业的发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